还是刚才这道题 还是刚才这道题 这道题在第一次咱们去做的时候 是ABC三个数都去试探了一下吧 咱们给出来的程序 然后发现效率是不是特别低 咱们现在想改了 想把这段程序给优化一下 看一下能不能把时间给提上来 244秒太长了 我们只想要一句话怎么说 一万难太久只争朝夕是吧 我们想把它给提上来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还是看刚刚所写的这段程序 ABC三个数我们依次去进行了试探 试探之后再来判断这样的条件 然后发现看一下 ABCA加B加C等于1000 那么也就是说 当中的一个数跟另外两个数是有关系的吧 当给出A给出B之后 C的值是不是就已经确定了 对吧 为了满足条件 C的值就已经确定了 也就是说 AB有了的话 为了符合A加B加C 那么C就必须应该是1000-A-B吧 对吧 那你想有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有这样的一个思路之后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段代码给改进 可以改进吧 群里在聊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时候的话 AB有了之后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不用再对C进行试探 对吧 好 我不对C进行试探的情况下 也就是说 C应该是等于1000-A-B的吧 好 那这时候C有的话 我第一个条件 也不需要再去做判断了 直接判断第二个条件 是不是就可以了 等于C 这时候没变吧 这个条件还在这 因为我已经把C写在第19号了 这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段程序执行的效率 发现是不是已经快了好多了 对吧 跟刚才的那个明显感觉到差别了 对吧 这只要 这写的只要一秒 那我们看一下 给大家引入第二次尝试 改进问题是为了说明什么问题呢 也就说明 我们在去解决问题的这个方法有多种 对吧 第一次跟第一次写的程序 跟第二次写的程序 它的思想上面是有差别的 第一次的时候 我们要把三个数都去试一遍 第二次呢 只需要试两遍 那也就是说 解决同一个问题 可能会有多个算法 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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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算法之间 还是有效率的差别的吧 对吧 这是要给大家引入来的 那好 紧接着我们就来看一下 那对于这样的不同算法 咱们到底怎么来衡量的问题 看了 咱们到底怎么来衡量刚才提出来这个算法呢 最直观的 咱们是不是通过时间来看到了 对吧 两段程序 它的执行时间是不一样的 我们通过时间就能反映出 直观的反映出算法的优劣问题 那好了 我们再想 这个时间是不是真正是客观的呢 给你两段程序 给你这样的两段程序 我告诉你 第一段程序执行的时间是214秒 第二段程序执行的时间是1秒 然后你就说 第一段 第二段程序的效率高 这样一定可靠吗 你想 如果说我第二段的这一段程序 虽然咱们看起来 效率确实高的话 但是我把它跑在一个古老的机器上 比如说286 X08086 这样的古老机器上 那你想 它的执行时间一定会比上面的214秒要快吗 不一定的吧 对吧 你的机器老了 那你运算的速度就低了 即使说你运算的步骤是少的 但它花的每一步骤都会花的很长时间 也就是说 我们再去看这时间的时候 214秒跟零点几秒的时候 它是离不开你程序执行的环境了 对吧 环境不同 最终体现出来的时间就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我们单靠时间去看的话 它不是客观准确的 它离不开你计算机的执行环境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还想说 有了这样两段程序 大家去脱离计算机执行环境的时候 就能够描述出来到底谁快谁慢 我们得提出这样的一个标准吧 大家都能够认识的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提出来了一个时间复杂度 那时间复杂度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我们还回过头来看一下 刚才说了 这两段程序放在不同的机器上 它运算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吧 哪怕说仅有这段 对第17行第21行 相同的这段程序 在不同的机器上执行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 但是它有一点 虽然说它总体的时间不一样 但它最终运算的步骤 是不是一样的 不同的机器 它最终要去进行计算的那个过程 也就是说计算机制执行的每一步 多少基本都是相同的吧 对吧 它多少都是基本相同的 那想着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这个基本的步骤的执行数量来描述呢 你想一下 刚刚我说了 对于同样的这段程序 它每台机器 每台机器 执行的 执行的 总时间 各不同 但是有一点 它去执行的 步骤 也就是说执行的 基本运算 数量 大体相同 这里边有一个基本运算 这个基本运算代表的是什么呢 看一下 不同的机器上面再去做的时候 C等于1000-A-B 这是不代表基本一步 对吧 然后再去做第二次行运算的时候 判断一个一步条件 那它首先要拆分成几步 先要判断 A星星2多少 再判断B星星2多少 然后再判断C星星2多少 再要判断A星星2的这个结果 跟B星星2的这个结果的核是多少 再判断一下两个值是否相等 对吧 也就是说不论把这句话放到哪一台机器上 它总归都要经过这样的基本几步吧 对吧 这时候也就是说 它去执行的基本运算的数量 总体上面是相同的 这一点是大家认可的吧 好 那这时候我们来看了 既然你执行基本运算的步骤 这个数量是大体相同的 无论是在哪一台机器上 它总归都要去执行那些步 那想了 两段程序之间 之所以优劣 也就代表它让计算机去执行的这个基本运算总数是不同的吧 是吧 那好了 我们现在可不可以直接用这个基本运算的数量 来去带来去描述这个算法 也就是说这个程序执行的效率问题呢 也就是说上面这段程序 它最终之所以产生的时间 花费的时间高 是因为它去进行的运算步骤多 对吧 下面这段程序之所以快 是因为它计算的步骤少 它最终执行的这个总数 基本运算的总数是少的 对吧 那现在我们就说了 可以直接用计算步骤这个数量 它到底要做多少步 来描述出来两个算法之间的优劣问题 说到这儿 现在大家能明白吗 能力了吧 那再想一下 上面这两段程序 它的时间不同 跟这个基本步骤运算 就是说上面的时间跟基本运算之间 有一个什么关系 有一个什么关系 总的时间实际上 就是机器执行的总时间 其实就是基本运算数量 乘以每一个基本步骤执行的时间吧 对吧 好 那现在我们往下走了 既然现在已经知道了 我们可以用这段程序 它最终要花费多少个基本步骤 来描述它的算法优劣性 那我们就直接就把要执行的 这个基本数量总和 就叫做它的时间复杂度 我们就这样去理解 现在说时间复杂度 其实就是说描述算法 时间上面的效率问题的 我们把我们把这个算法的时间效率 它的快慢称为时间复杂度 然后呢 时间复杂度咱们怎么去衡量 直接用这段程序 实现出来的程序 它最终在去运算的时候 到底经过了多少个基本运算 用这个数量来去描述时间复杂度 现在到这一步能理解吧 好 那紧接着我们再去看一下 判断一下 第一段程序当中 它到底要执行多少步 来看一下 先说一下 我们直接把这个 时间复杂度 叫做t t就是time吧 对吧 好 先看一下 当前的这个时间复杂度是多少 看一下 它到底要执行多少步 这个外层循环 它要执行去 也就是说 它要决定内部的这个循环体 要做多少次 要做1000次吧 好 看一下 也就是要做1000次 代表的是外层循环的这个循环体 然后紧接着我们就要看这个循环体要执行多少步吧 要分析它了 那这个里边的循环体是什么呢 发现又是一个循环 这个循环的话 要做多少次 是不是又是1000次 对吧 那1000次的话 它对外层来说 是一个数学上面 是加还是成还是除 是成的关系吧 再往后走 这时候1000次1000 也就代表的是最外层两层循环吧 到了这一步了 到了for这一部分 这三句话要执行多少次 要看一下 结果发现 它是不是又是一层循环 那这层循环的话 就要看这个循环体当中 这两句话到底执行了多少次 也就是它的循环次数吧 好 那又是一种成绩的关系 倍数的关系 1000 这时候就进入到这两步了吧 看一下 这两句话到底要执行多少次 要执行多少个基本步骤 不是说多少次 要执行多少个基本步骤 看我们怎么去拆分它了 如果你去继续的细化的话 就像刚才说的 A加B加C数一个 然后判断等于等 判断这个等于等于1000 数一次 两次了 然后A星星2三次 B星星2四次 然后A星星2加B星星2五次 然后C星星2六 就是六个步骤 然后再判断这个等于是七个 然后再判断这个暗的是八个 对吧 然后呢 再往下走 Print Print当中又进行一次递换 九个 然后再Print打印出来 十个 对吧 如果说这是咱们细分 如果不去细分的情况下 就相当于是两句话了 咱们就把它认为 就执行两个步骤 那你这时候看 他所要做的基本步骤的数量 就应该是1000乘1000乘1000 再乘2吧 好了 那我们再看一下 看什么呢 如果说对于这样的一个算 对于这样的一段程序 它是一个算法的体现 现在把这个题给它改掉了 改成2000了 改成2000的话 刚说了 算法不变 也就是说我们的思想是不变的 只是程序当中控制的这个步骤 改一下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 现在是不是改成2000就可以了 对吧 改成2001 是不是可以达到 那你想 当我改成2001的话 这时候你再看 T就应该是2000乘以2000 再乘以2000乘以2吧 好 当我们把这个再给改掉的时候 如果我现在说了 在数学上面给它抽象 对于这个具体是多少 我不管它 我就认为这个2000 实际上是解决问题的一个规模问题 也就是说解决这个问题 它规模的大小问题 我给它描述成N 如果现在是A加B加C等于N的情况下 那你想它的时间复杂度是多少 也就是跟N有关系吧 N乘以N乘以N乘以2吧 对吧 那好了 我们现在就说了 这个算法既然是描述了一类问题的话 这个类问题又跟N的规模有关系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把它提出一个函数 也就是说最终的时间复杂度 是跟你解决问题的这个规模N有关系的吧 这是咱们演出来的吧 这时候也就是说 对于一个算法来说 它是跟你解决问题的规模有关系的 对于我们刚刚提出来的 去试探ABC三个数的话 那它的一个时间复杂度 就应该是N的三次方乘以2吧 对吧 这时候的话 我们就把底下这个 带了N的这个规模参数的话 叫做时间复杂度 更具象一化 更具体了 就把底下这个TN的这个函数呢 叫做它的时间复杂度 因为你想我们已经说了算法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思想 这个思想又具备通用性 那通用性体现在哪呢 是不是就体现在这个N上面了 对吧 好到这一步现在还能跟得上吧 好我们再往下看 再往下看 这时候 CN有了 那我们再去进行比对衡量的时候 就有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再去对算法进行分析的时候 分析的越细致 代表我们衡量的是不是越准确啊 对吧 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并不关心 它到底是2乘以N的三次方 还是刚才咱们所说的10乘以N的三次方吧 对吧 咱们不去关心这个数 那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我们再去对它进行分析的时候 往往不用分析的那么细致 只要有一个大概的特征 就能够代表这个算法的优励 也就是说我在去分析的时候 只要看一下 这个TN 它到底大概是一个什么值 就可以了 不用去关心 刚才咱们说的 到底是2乘以N的三次方 还是 还是10乘以N的三次方 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有了这样的问题之后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这样去想 也就是说 对于咱们来说 在去分析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基本可以这样认为 认为什么呢 N乘以N的三次方 乘以10 跟N的三次方乘以2 它大概是属于同一个数量级 对吧 也就是说 它的大小基本上 是在一个等量上面 在一个等级上面的 这个怎么来理解呢 理解的方式就是 就比如说 拿咱们存储的大小来说 咱们现在的笔记本电脑的数量级 应该是在G上面吧 对吧 尽管你有256G 还是说512G 咱们现在普通的笔记本或电脑 或者家用电脑 还都停留在G上的吧 但是你想了 对于大公司的服务器呢 它是停留在T级上面的 T或者再比T更大的数量级上的 那这时候我们就不再关心 它到底是几个T 或者说比T更大的那个级别上的 而就关心的到底是T级的 还是G级的 对吧 那再往前推 我们关心的之前的很久以前 10年之前的MP3 它那时候存储大小是停留在照上面吧 几照128照 对吧 也就是说 我们在分析一个问题 给你直观感受的时候 那么这个数量级 更是一个直观的体现 不去关心后面底下这个系数了 我们是有这样的 对于人性化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好 那也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初衷 那我们就要提出来一个 对于这个TN时间复杂度 我们想给它再去进行省略 不要这么细子 怎么省略呢 就找出说 这两个TN之间 它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特征 能够给它代表出来 看一下 这个特征是不是就是 最终你2和10 是不是就代表了 这个N的三次方的一个系数问题啊 对吧 这系数应该是一个常数吧 跟N没有关系 对吧 那好了 那我们把系数也给它去掉 就认为 实际上21行跟22行 这两个TN 实际上跟N乘以三次方 是在同一个数量级上 并且呢 它的走势是一样的 什么走势 也就是说 你N在变化的时候 它的那个时间区 它的那个曲线 是不是变化幅度是一样的 对于这一点 怎么来理解 再去做数学计算的时候 那个 X跟Y轴 数轴来表示这个方程 还有印象吗 这还有印象吗 这是红轴 这是红左标 这是纵左标 对吧 红左标的话 看一下 现在是TN还是数 红左标应该是N吧 红左标就是N 纵左标呢 纵左标就是TN吧 那现在看一下 N的三次方 它的一个曲线 是什么样的 它是什么样的 还有印象吗 它是这样的吧 对吧 对吧 三次方可是这样的啊 二次方呢 二次方幅度比它小一点 是这样的吧 后线的 对吧 没有印象了 是吧 我们要解说的问题 不是在这一点 三次方跟二次方比较 而是说 是在趋势上面 看一下 趋势代表在哪个 N的三次方 假如说 是这条曲线的话 那问一下 现在是2乘以N的三次方 它的时间曲线 是什么样的 还是这样的一个大概的形状 只是说它的幅度陡峭的问题吧 2的话可能比它会更陡一点 对吧 那如果系数改为三呢 是不是相当于更陡一点 好 这是关于前面系数 那如果说我把系数忽略掉 现在看了 看成什么 跟N有关系的 现在要改成N的二次方 N的二次方 刚才已经说了 它的走势 是抛物线的吧 是抛物线的 也就是说 这时候 你跟N相关的这个东西 在N上面操作的数 就代表了你最终去解决的时候 它的一个走势问题 对吧 也就是说 N变化到多少 你最终这个数 到底要变化成什么问题 也就是说走势的问题 那现在想了 我们怎么来描述它呢 是不是说 对后面的系数来说 它并不影响走势啊 对吧 对于系数并不影响走势 影响的是 跟N相关的这个东西吧 这一点现在还能跟得上吗 好 那我们就看了 在数学上面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特征在的 数学上面 有这样的一个定义 定义什么呢 就叫做 渐进函数的问题 对于叫做渐进函数 那什么是渐进函数呢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下 假如说 假如说 我们现在最终要实现的TN 这个函数是N的三次方 乘以10 那你想了 下面底下有一个N乘以三次方 那么对于这个N乘以 有一个N的三次方 对于这个N的三次方 我现在给它改了 改是什么呢 叫起了另外的一名字 这个函数是G函数 那T函数跟G函数的关系在哪 T函数实际上是K乘以一个GN吧 对吧 也就是说 这两个函数之间 只相差了一个常数K吧 对吧 那这时候我们就想了 差了一个常数K 我们就认为 这个底下的G函数 就是上面T函数的一个渐进函数 就这样去理解 对于构具体的话 那就有数学上面的定义了 有一个 我们现在还忽略了 后面的一个常数呢 还忽略了后面的一个常数 是加的这个东西 如果对一个单教的函数F 存在一个整数G和实数C 使得充分大于N的话 总会有FN小于C乘以GN 就说G是F的一个渐进函数 这样理解很枯燥 而且大家之前对数学已经忘了 所以我们不去按这样去理解 就按照刚才带大家去想的 它之间是不是差了一个常数 这常数的话 对于整个函数曲线来说 它大体形状没有变 只是陡峭的问题 对吧 那我们就认为 把上面的所有横支细节 全给它忽略掉 把系数K去掉 把常数C去掉 这时候的话 只留下一个最点前的特征 跟N相关的 那我们就说 这个GN实际就是TN的一个见解函数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GN能够表现出刚才所写的这个时间复杂度的一个特征 好 那现在有了GN的话 我们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大欧表示法了 那大欧表示法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就把刚刚提出来的这个GN也就是这个GN就叫做一个时间复杂度的大欧表示法 绕了这么半天 现在大体能明白吗 怎么提出来的 实际上刚才所说的就是带大家去理解一下 从数学上怎么去理解 现在呢 说大白话 就是提出来一个计算步骤跟N相关的时候 然后把它的所有相关系数全部给它忽略掉 只留下最特征的部分 就是它的大欧表示法 大白话 咱们就这么理解就可以了 好 那现在问题 什么是时间复杂度 什么是时间复杂度 所用的时间还是 我们说时间复杂度在广义上去理解的话就代表花费的时间吧 但是咱们在落实到狭义上面真正的去衡量的标准上面 怎么判断的时间 是用了运算的步骤吧 用运算的步骤来进行衡量的 对吧 而且我们在提出时间复杂度的时候 是不是引入了一个N的概念呢 N的概念现在表示了什么东西 代表的是你解决问题的 跟问题相关的一个规模问题吧 你到底解决的是A加B加C等于1000还是2000还是3000 你这个数变 那我的时间基本步骤是不是也会变 所以引入了一个N之后的话 你对于同样的这一类问题 他所花费的步骤是不是都有一个统一的表示了 对吧 有这样一个统一表示了之后 我们把这个提案叫做时间复杂度 然后呢 我们为了更好的去衡量 更直观的一点的话 又引入了 把他的旁之末节 也就是一些细节的问题 全给他补给掉 只留下最特征的部分 也就是N的三次方 那这个N的三次方 就是他的大欧表示法 到这点能明白吧 好 那这是关于大欧表示法 跟时间复杂度的引入 好